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而看起来斯文区很恨自己的爸爸 二两人之间的矛盾也都是来自于妈妈 斯文区的妈妈早就去世了 妈妈去世之后斯文区又再也没有见过爸爸 斯文区的父母感情很不好 而且也是因为斯文区爸爸他的妈妈才去世的 于是斯文区恨死了自己的父亲 也是受父亲的影响 所以斯文区一直都很恐慌 但是斯文区不知道的是 其实斯文区的父母并不像他想的那样糟糕 而斯文区的爸爸一直没有来见过斯文区 而却在这个时候找到了儿子 其实也是有原因的 而斯文区很团结的爸爸 所以一直都不去见他 直到自己的爸爸变倒 他才知道为了自己的爸爸早就生病了 所以才能在临死前再来看看儿子 希望能够到儿子的原谅 然后变到之后 斯文区的内心很鲜狼 他没想到自己也会这么难过 原来他还是很在乎爸爸的 但是如今病情已经到了晚期 没有至于的可疑了 斯文区爸爸在临死前的时候 对斯文区说道 其实他很爱斯文区的妈妈 他们曾经也很幸福 斯文区听后帮我回头 不说他没事我错了 但是爸爸已经离世了 好了就像说这里吧 如果喜欢我们节目会的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